好 欢迎你 小波 好 谢谢 你今年多大 我二十一 两千年 二十一 是 最近的都有点着急 我长得比较显老 我是觉得你今天这身打扮挺成熟的 对 太成熟了 有点不符合 有点像就过去的保险经济 房地产公司 对 他应该是服装显得他气质的老成 但长得不老成 我觉得我们猜对了 他最后一份那工作 就是经纪人店长 应该就是房地产经纪 是的 房地产销售 还挺符合你的身份的 挺好的 是 不是 这套服装实际上 我做房地产之前 我基本上也是从来不穿西装的 也是做了房地产以后 然后还是每天都要穿西装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 尼凡 怎么分辨穿西装和衬衣的白领 和穿西装衬衣的房地产中介 我感觉呢 实际上像有一些真正的公司高管 一些白领 他们的西装会相对于就是 不是那么的正 特别的正式那种 会稍微有一些随意 有一些个性在里面 添加在西装的元素里面 但是房地产销售呢 基本上他们的一个非常统一化的 我们来问问韩依怎么分 我主要看两个 第一个我看他打不打领带 第二我看他穿不穿皮鞋 如果他穿皮鞋 然后呢我一般认为这个偏中介化一点 偏乙方服务从业者 如果他不穿皮鞋 穿运动鞋 一般偏甲方从业者 就像我今天穿的这个风格 你觉得从你的眼中像什么职业 二溜的 我这一身啊 一看就是文艺青年去创业了 我强烈要求摄像老师给于林一个特鞋 于林请起 于林原地转一圈 优雅地转一圈 对 尤其是皮鞋看一下 看我们的皮鞋 对 我也想问这个选手 你能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 看您这身打扮的话 相对于会比较正式一些 然后肯定也是公司的一些 管理层呀 领导 然后或者像总经理之类的 这能看出来啥行业吗 其实可以看一下裤子的长度 先看啊 都在她是九分裤 谁是九分 春玉老师 九分裤 休闲西装 看 先看面料 再看感型 再看质感 再看配色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首先男士看得精不精神 为什么不能配球鞋 我建议打到九分裤 九分裤 立马就精神 二 里面的话 像子龙老师配的精神了 今天是配T了 没有配这个衬衫 还有一个就是款型 大领的细节和困衫和面料 其实就会显得非常的专业 你会发现这五位不同的着装 代表他不同的行业 你会看到叶院长 他在端章当中透出他的不安分的心 因为他的眼科医生 他那种专业心要有 你会看到我们说春玉老师 人力资源 他总是发现一些新奇的东西 就像我们说IT人士 但他又觉得我现在从事着一个 互联网在线的软件行业 我要看到我的不同行业的标签 而他服役于更大的上市公司 或者是大币公司 他需要显得更多的沉稳 我觉得这里边会看到职场上 隆隆的痕迹了 对 而我还想补充一点 其实除了服装以外 我就是一个人表现出来的 他那份微笑和他那种姿态 可能会区分出来 你在哪个岗 你从事什么职业 你会发现坐在那里的时候 你的动作你的表情就是说 哎呀 我怎么样去服务你 让你更满意 一凡 你知道 你要感谢老师们站出来 让你去评价职业 一个销售要有职业敏感度 然后当你卖一个产品的时候 透过他的着装 他的表情 以他的谈话方式 你要分析 他是不是你的目标用户 然后包括他的职位角色 这个正好给你上了一课 特别好 是的 是的 非常感谢几位老师 我看了一下 你同事眼中的评价 成熟 稳重 百事通 他这个站姿啊 笑容啊 都挺职业的 那这样的话 我就对你这职业产生兴趣了 你上一份工作是做 房地产的销售 我是先做经纪人后面 去晋升的店长 你做了多久啊 我做了一年半吧 一年半快两年 怎么想到去做这一行呢 步入房地产这个行业 实际上真的是 非常是在一个机缘小的之下 刚好在家看到一部就是安家 对 然后看完这部电视剧以后 然后我就心血来潮 我就想去做房地产行业 然后我就去步入这个行业 去尝试了一下 是 怎么是在一年当中能升到店长呢 我个人相对于来说 我的业绩做的也是 在新人之中是比较突出的 然后综合能力相对于也是 会强一些吧 我跟客户之间亲和度吧 可能亲和力可能更好 更强一些 我跟每个客户之间 我们都能很快速地 然后去建立一个 信任的一个关系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业 做销售这个行业来说 就是签合同那一刻 不代表服务结束的时候 签合同那一刻才真正的是 服务刚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的一些售后服务呀 包括这些都做得是非常好的 所以也有很多客户 愿意去过介绍一些回头客 介绍他们身边的一些 亲戚朋友之类的 那你在做店长的过程当中 你领导的店员年纪 都应该比你大吧 对 是的